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推薦受欢迎的地道小吃之外 还会深入了解台南的宗教信仰和妙语文化 让大家到台南都可以尽情游览 去台北 去台南 台南过了这么多天 我不想去 台南过了这么多天 你也感觉不到它有很多东西玩吗 我也觉得应该去台南 为什么 因为在美国一个很大型的新闻网站 他在2024年选择了24个全球最值得造访的旅行景点 全台唯一一个上榜的城市 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台南 我的天 看到台南这么厉害 那不行了 又要找AV出来和我们聊聊 去的地方当然就是古籍,孔庙 意在京城安平古堡这些 我觉得都还算不错 那个地方都可以去逛一逛走一走 因为老街 它一定有它的特色在 而且现在的每个古籍里面都会有导览 不会像以前只是周马康花 现在会比较容易吸收到当地的文化特色 会比较容易容易吸收到 台南很好吃的 我觉得私募于周吧 牛肉汤也还不错 为什么 因为比较有名的 通常就是这两个比较多人在吃 然后吃起来跟其他县市的吃起来真的有差 台南就是赤坎龙 安平古堡 盐平骏王尺 比较有特色几百年的点 还有孔庙 都古籍 就是有跟台南历史相关 AV带了很多从台湾的手信过来 我们可以边吃边聊 我们也去过台南 对… 但我去台南当时是八年前 你们什么时候去台南 我比较短短短矩 我是2018年或2019年 那也是很久了 是的 今年年初才去完 你是最新鲜的 最新鲜的 不够AV的新鲜 是,因为刚才去完 但很少人会去台南 我也很惊讶 一般人去台北 对 对 台南,为何会选给台南 我是因为工作 是吗 我刚刚中学毕业 然后跟两位女生去一个地方 毕业旅行 类似的 但台北好像很常去 所以我当时是台南和台中一起去的 而且台湾也分为北边和南边 北边的物隔和南边的物隔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 即使是台湾人 他们也很喜欢台南玩 首先台南有很多 只有台南才有的特色景点 台南人很喜欢吃甜食 但我不太喜欢吃甜食 所以它吸引我的食物是另一种 是吗 我会吃瘟体牛 真的很好吃 什么是瘟体牛 瘟体牛是即日屠宰的牛 未经过雪藏之后 屠宰之后 你就可以立即吃牛 所以很新鲜 沒錯,它保留了最完美 未经过雪藏的味道 所以是很好吃 很好吃 每一面都有 瘟体牛 除了吃东西 你们有否觉得台南这个地方 的人特别熱情 有,越南部越熱情 对 我去乘搭的士 我单身 然后那个的士 自己是说话 然后说要介绍他的儿子 让我认识 不断安慰他的儿子 你要有兴趣当我的媳妇 对,他就是这样 媳妇 然后他很认真地介绍台南 不同的景点给我 每一个景点都会告诉我的历史 我觉得他们很好吃 我说回我的五、六年前的经历 我去了一个叫有爱商圈 我知道… 因为那个地方有点久了 所以不太清楚 记得名字 我记得是一个好像街市的地方 是 那里面有熟食装 然后我们… 因为我拍摄 我吃完的东西就到处走 到处拍摄 然后看到一位依依在买一些 好像我们的鱼蛋的小食 然后我走过去看他买什么 然后他聊我聊天 问我哪里来的 我说香港 香港人,欢迎你 这里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你拿这个去吃吃看 就直接放了两串东西 好 我给你钱了 不用了…请你吃 他非常好人 很好客 对,很好客 很欢迎我们这些外地的游客 的确是 台南真是以上热情的 尤其是他们自己的台南人 他们知道外地的游客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普遍会想来 你试这个吧,这个很棒的 他们很自豪自己的食物 像你所说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香港人 去台南应该会得到 去台北得不到的体验 Pony呢?你八年前 还有没有什么印象 八年前?人也没有什么印象 但我记得我去台南后 我很想退休 可以开咖啡店 很放鬆地做老板娘 然后喝咖啡店 我挺喜欢古色古香的味道 而且他们很喜欢把旧的东西 翻身的感觉 有没有发现 整个台南周有很多很旧的建筑物 是 有 对 安平的解释 虽然我也很久之前 但我有印象 我是一幢很旧很旧 还是专砌的建筑前面拍过照片 但在哪里我就不记得了 但我记得我有去十古文化村 我知道它也是将一些旧的东西 活化的 没错 就是一个旧的糖厂 现在变成一个有得玩、有得吃 有得逛街的地方 很棒 对 原来台北不是最早开发 是台南才是最早开发的 没错 因为刚好今年在台南兼城 第四、八年 它算是全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城市 所以它也有称苦城 好像在台北看不到这么多旧的建筑 可能最旧是几十年前的建筑物 但台南是否很旧很旧 几百年的建筑物 尤其是在廟 听过AV,你也去了台南几个很棒的景点 好,可否跟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大家可以看看我去的台南 每天都有 好 听闻,连台湾人一年都会选择 来台南玩好几次 这里除了有令人随言三尺的美食之外 还有很多富有特色的历史建筑 等我今天带大家去玩 连台湾人都喜欢玩的台南,去吧 台南一天游就要游在台南 早上才游的地方开始 我现在在台南的鲜花牛居 你现在在鲜花牛居 鲜花牛肉要辣还是骨辣 骨辣? 骨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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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总是可以在第一时间 拿到最新鲜、未经冷冻的牛肉 所以台南的鲜花 就成为了温体牛肉汤的发源地 在我桌上的这几道菜 全部都是当日未经冷冻过的 温体牛肉 让我试一下 你看料多足 一碗大约100元台币 是否很值得吃呢 它们所用的方法就是温体牛肉 然后再加一些热汤去汆烫 所以肉质一定是非常嫩滑 我不客气了 它们的牛肉薄切 那个厚度是刚好 入口是不用经过太多咀嚼 就可以吞下肚 而且它的牛味是超级香 这个应该是因为它未经过雪藏 冷冻而有的口感 在台南吃的温体牛肉汤 每一间口味都会有不同 这间是属于比较清甜 比较有蔬菜味、汤底 不过有时有些温体牛肉汤 会呈粉红色 因为它本身的牛肉有的血水 也保留着 所以见仁见智 但我觉得在牛区里面的这间温体牛肉汤 很棒 当然不仅是温体牛肉出名的 它们因为有最好的原材料 所以它们会将这些温体牛肉 做成炒牛肉 或者是牛肉羹 也是在地才有 其他地方吃不到 台南这么多地方可以吃到温体牛肉汤 为何特意选择线化牛区 除了它是发源地之外 因为我知道这里的摊饭 它们是有自己自养的牛脊 然后我找双熟的陶宰场 去做一个分割的动作 即日早上六点开始就在这里买 所以你吃到的牛肉 绝对会是最新鲜的 推荐给大家 说到台南有什么地方最好走的呢 神龙街这个地方一定榜上有名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是全台南目前保存得最好 最完整的老街 它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了 你会看到周边的这些建筑物 还保留着以前一支时期 甚至是清朝时的样貌 虽然它有一段时间有没落过 但是近年来因为这里的老房 需要重新整顿、翻修过 所以吸引了很多文创小店来这里进驻 你会看到周边有些很可爱的摆设 整条街其实非常之好走 非常之多位可以打卡拍照 虽然神龙街日头有很多店铺 都还是休息的 不过这个地方傍晚会更漂亮更热闹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灯笼 晚上全都会亮起来 而且这里也有酒吧 也有民宿 所以这里晚上也会非常热闹 说到台南2014年排行 第一名的景点 就是定非十股民藏原区莫属 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日治时期的 唐厂和仓库 现在就由十股团队接手 改造成为一个新的民创园区 这个地方其实非常之特别 在这个园区里面 其实它除了融入了非常多古恶 一些打击文化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体验 等着我们去玩 例如户外可以写箭 有一些荡抽签 有些暴渡 有些高空成熟 大人小孩都适合 所以它也被称为大人的游乐场 不过我最期待 今天来到这里 就是要看这里的打击乐表演 听说是国际级的 也得过不少仗 所以这个园区非常大 等着我去发掘 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出发,Go! 出发,Go! 出发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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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石股节育团的执行长 我是江益勤 欢迎大家 加利林十谷人堂文创园区 这个园区是由十谷节乐团 在这个文创园区里面 所打造的一个全亚洲 首一个以古乐为主题的 一个表演艺术园区 那在每一天在园区里面 有早上十一点跟下午三点的 古乐的定幕剧演出 那整个文创园区的内容 是以旧有的这个智堂的工厂的文化 作为一个结合 那与古乐共同结合 打造了这个文创园区 那请问十谷节乐团 乐团是不是会到外地巡游表演 或是参加国际比赛 是的 那十谷从2000年创团以来 变受邀参与许多海内外的 一个大小艺术节的演出 像是我们的亚维农 以及爱丁堡艺术节 那现在团队的另外一组 表演团队也受邀 乔委会正在美国的东岸 进行巡回的演出 然后身为全亚洲第一座 古乐主题艺术村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团区有什么好玩的吗 那整个十谷文创园区 除了有唐叶的文化 作为我们的一个故事的底蕴 像是我们的车路前故事馆 古乐文化的部分 除了定幕具的展演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制鼓场 所有我们台上演出的鼓手 所使用到的乐器 都是由我们的这个制鼓场 所制作的 那我们在团区 也有一个仓库 来进行制鼓流程的一个展示 那另外呢 在团区还有我们的几鼓体验 邀请大家一起来十谷文创园区 用简单的口诀 让我们不管你是三岁小朋友 或是八九十岁的阿公阿嬷 都可以一起来体验打鼓的乐趣 然后呢认识这个属于台湾 在地当地的一个表演艺术 那我们知道园区里面 其实好像有很多不同的设施 跟一些游玩 就是游玩方面的 可以跟我们大概说一下 有什么东西 那像园区里面 有非常多的一个体验设施 都是采取无动力的一个极限体验 那呢在我们园区的 最适合全家合家一起来 参与的体验设施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天堂上的鞠钳 可以全家人呢 一起坐在鞠钳 然后在夕阳落下的时候呢 欣赏的西边 瞭望无际的一个宽阔感 那另外呢 在我们的喜欢刺激的大朋友们呢 有我们的烟囱滑梯 有将近五层楼高度的一个溜滑梯 然后从上面溜到下面的 只有不到五秒的时间 其实呢 整个园区除了室内的设施可以体验之外呢 室外呢 也有一些东西可以玩的 就是舍尖啦 其实大人、小孩都可以来这里玩 而我唯一的强项就是射箭 所以到我了 看我厉害 我觉得因为这里的公 前面的不是一支箭 是一个吸头 哇 这里的神经,你好 不是一个那家分镑 是我为何 他们是很能量的 我来的 握个手 师傅 居然很能量的 因为好像很难 我还在一起 和我现在很难 我会皮革 我看我是在这间 啤酒 我感伤到 但我会有很多 你們的乾杯爹和蝦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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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現做的嗎 對 好,這個叫做蝦爹的食物 在台灣其實是賣海鮮的地方 比較普遍的味道 然後我點了一個蝦爹和乾杯爹 它好像碗狀的炸物 然後裡面有包一些菜和粉糰 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爹 這是剛剛買的蝦爹 但那裡還未吃到蝦 不過它的確炸得很好吃 現在好像在吃炸的韭菜盒 裡面有韭菜 有野菜和芹菜的味道 但很香 牡荔大叔,好像挺好吃 吃蝦,吃蝦,好 你好,你好 你好 我要一份烤生蝦 小的 小的 然後再一份清酒葛梨燒 清酒葛梨燒 7顆100元 即是25元港幣 有7顆生蝦,挺值得吃的 然後我還點了一個蝦燒 清酒蝦燒 100元台幣,也是25元港幣 這是我剛剛買的烤生蝦 和清酒煮蝦 整件事是200元台幣 即是50元港幣 很鮮甜 好吃 夠大石 而且它的口感 有點入口即化 完全不是爽口的蝦 是很軟身的蝦 但很香,很鮮甜 先嘗試煮蝦 它又用了清酒 所以這個蝦湯不得了 我最喜歡吃台灣的蝦 他們的文革 客氣了 不需要特別多的調味 已經可以很好吃 海鮮本身已經很好吃 因為這裡靠近鏟地 在夜市可以吃到這些居酒屋 等級的食物,不錯… 而且很便宜 很棒,我已經訂購好了 溫體牛蜆和100元7隻的蠔 100元台幣 對,100元台幣 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我要試那個爹 那個爹很可愛 原來它是一塊滿臟的炸物 是 我看完之後 我很想試試是甚麼味道 而且很有趣 為甚麼叫做爹 還有它有自己 獨特的煮食方法和文化 還有開了很多文創小本 很多文創圓區 我完全不知道有這些東西 還有好像很好玩 那個成千秋 對…兩個人那個 我下次也要再去玩 我覺得喜歡吃東西的香港人 是不能錯過台南這個地方 而且我們現在看完影片 這麼想去 是因為我們工作 平時實在太長 香港人的節奏 跟台南的節奏 完全是兩個節奏 一個就像烤極樂 另一個是… 蠻蠻絲莉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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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 我覺得很適合我們一些 城市人去拿一個休息的機會 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剛才在影片裡 有說我去到神龍街 是 一條很老的街 裡面的店舖 雖然外表是文青小店 是 但其實裡面賣的東西 都是他們可能 家族傳承下來的東西 譬如說 有一間店舖裡面 是賣很多眼鏡 但你看下去 款式是很新穎 然後我進去 再問他 他才說 其實我們家族三代都是開眼鏡行 但只不過他現在 用了一個新的方式去呈現 即賣了很多其他選物 令到現在我們這些年輕人 會更加想進去走 但其實他們在文化傳承 或是工藝傳承 他們用了一個新的方式去帶給大家 所以其實我很推薦大家去台南玩 跟你之前去一定有不同的體驗 你看過那麼多台南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這個地方 是很值得一去再去的 可能偶爾放鬆一下 或是… 譬如我們這麼久沒有去 其實差不多是時候 要再去休息一下 對 而且很適合香港人 去拿一個窮息的空間 放鬆身心的機會 沒錯 現在直接飛高雄再去台南 很近而已 對 我們不如找一次約賣 一起去吧 可以了 像電影一樣 我駕駛車來的東西 你坐車牌 謝謝 太好了 那現在快點 對,我們要約定了 對,我們要看幾條吧 好問題 好…現在看幾條 對,先別 Warriors 去水guy 沒有錯, ski 有很多不同的我們 我真的怕忍不住 他是誰 有泛式的 對方不住 看看水不要 好